Hello 大家好 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鱼油管技术学堂 本期视频主要给大家讲怎么样在我们的频道首页这里 放上我们的一个视频链接 可以在首页展现出我们的一个爆款视频 那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视频 我们的首页当有观众打开我们的频道 首先映入他的眼帘的这个视频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位置一定要放上我们的最火爆的一个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是怎么放上来的呢 接下来小鱼就来教一下大家这个视频怎么样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那小鱼的频道专门给新手朋友们分享做油管的一些方法 喜欢小鱼的记得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 那首先打开你的一个频道首页 就像小鱼这样你会来到你的频道首页 在这里我没有添加链接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这里它是没有一个视频出现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是我的另外一个频道 我在这里播放了我的 我在这里放了我的一个链接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视频在这里 来到首页之后 鼠标回到右上角 这里我们的头像点击一下 那么再往下拉 这里有个YouTuber工作室 我们点一下这个 接下来鼠标来到左边 左边这一排功能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自定义 我们点一下这个自定义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自定义进来之后 可以看到首先是一个个人资料 这里面是你的一些相关信息 比如说你的横幅图片 你的一个头像logo 你的名称 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个个人资料的旁边有一个首页标签页 点下这个按钮 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往下拉 这里有个布局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啊 首页标签页下面这里有个布局 布局的鼠标往后放啊 这里有一个添加板块 这里有个加号 我们就点这个加号 这上面呢有一个频道预告片 我们就把这个点击添加 接下来呢 你想要在首页播放哪一个视频 你就添加哪一个视频 比如说我想播放这个 我们就点这个 OK这里有一个可以看到 频道预告片 这个呢是 用来吸引尚未订阅的用户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添加好了 就添加进来了 那最后面有三个点 可以看一下啊 当你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另外一个视频有火了 我不想再把这个放在首页 我想替换一下 那这里你就可以点击 这个后面的这三个点 这里面选择一个更换视频 或者移除视频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就添加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这里点击 这个右上角 这里有个发布按钮 点击一个发布 这里它告诉我们更改已发布 我们点击左边这里一个头像 来到我们的首页 新老朋友来到小鱼儿油管技术学堂 今天给大家探讨一个 OK可以看到这里呢 我的这个视频呢 就添加成功了 它就出现在了小鱼儿油管技术学堂的 这个频道首页 那在首页这里呢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视频 你每次进来之后呢 它这里呢 就会进行一个自动播放 Hello大家好 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鱼儿油管 当有新朋友进来的时候呢 他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这一个视频 这样呢 我们的一个首页的一个视频添加 就已经完成了 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那有任何问题 大家可以在下面给小鱼儿留言 那么小鱼儿平时用到这些工具呢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 有需要的朋友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